美國加息 不少大行都說有利銀行股 條腰都出回來 那究竟哪製銀行股最受惠呢? 大摩吹摩迪說 匯豐股價未來30天有八成機會升 大摩說 匯控與美國監管部門反世黑錢的訴訟 不明朗因素消除 接下來的吹發劑 將會是受惠本港和亞太地區業務轉強 近三個月 本港銀行同業拆息即是Hyper急升 資產市場又持續轉強 令到正利息收入增加 李昂亦都認同 監管的最大障礙已經訴訟 合規成本亦都似乎見頂 股本回報仍然有上升的空間 包括高盛在內 三間大行比的目標價以大摩最高 看到89元 炒價式的話 野村就說不如買恆生和中能香港 他說本港最優惠利率 有機會在未來三個月加25點子 這兩隻銀行股的敏感度就最高 預期中銀香港 今年全年正式差 可以擴闊五個點子 高盛都認同 加息就要買中銀香港 估計明年香港加息 推動大型銀行股值重股 同時上調中銀2019年的盈利預測 都是採訪的 一般每個二次都看得到 ruler 利和吉利